这起惊险事故星期二中午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的一个组屋单位 事发当时这位名叫小胡的三岁男童和爷爷奶奶以及另一名孩子就在六楼住家单位内 两位老人家忙着照顾婴儿 加上家中没有安装防护窗 男童跑到窗户边玩耍之际 一个不小心掉下四楼 好在楼下几名快递员听到巨响之后 第一时间召集民众拉起一块棉被 把孩子给接住 才没酿出人命 掉下来的时候大概有个也就六七秒的样子 可能还没有六七秒 特别快 刚开始我们是站在这里接的嘛 站在接的 但是他那速度太快了 我们就是尽量的就是我们几个人就围在一起嘛 就是这样胳膊给他接着的嘛 黑布直接就给他 这绳子就断掉了 直接掉下来的 我们几个人就是 我们基本上就几个人 相当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是跪在那里才接到的 民众当下查看男童的伤势之后 马上将他送院治疗 院方证实男童右腿骨折 必须打上石膏留院观察 但是没什么大碍 其中一名快递员也在救人过程中受了伤 但他的英勇事迹成为当地民众的佳话 男童家属随后也向热心的救助者致谢 同时提醒其他父母和长辈 切记看好家中的孩子 不要等到悲剧发生才来后悔莫及 NTV7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致 frank ops � 声 生日纽广佛室 再掌测